先用錄製聚集 所以如果你對錄製聚集不熟的同學 請先把這幾個步驟 最關鍵就是最後加這一行 Offset 有沒有 以後的話你就懂什麼Offset了 反正你要讓 就是說以後你的儲存格移動到另外一個地方 去抓另外地方的資料的話 如果它的關係是相對的 那你就可以去抓幾藍幾列 正的話是向下或向右 負的話是向上或向左 方向搞對的話 那一定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再做一個錄製整合 然後再清除資料 然後另外就增加月份 標準化格式 那另外再把它改成VBA 那為什麼要改VBA 其實如果你將來用 把資料要輸出到資料庫的話 前面那個就不合用了 因為沒有 可以Ctrl-Z 可是資料庫沒辦法Ctrl-V 這就是問題所在 那怎麼辦呢 只好用VBA來錄 用VBA來寫了 用VBA就沒有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三個月的資料 通通要跑到資料庫的話 那當然你這邊只要修改哪裡呢 只要這個回圈 中間這個地方 把這一段 直接 串成 一個SQL 語法 然後再利用ADO 幫你把那個SQL 語法裡面的資料 丟到資料庫 它就幫你寫入 insert into 然後給五個東西 一個蘿蔔一個坑 反正五個欄位 它資料就過去了 再換下一筆 換下一筆 換下一筆 反正你有幾筆 它全部跑完了 那當然比較貼心的做法 也許你將來 我們前面講過 你可以再加一個什麼 progress bar 發現上禮拜同學做得還蠻快的 你有一個progress bar 假設你有幾千筆的話 反正它跑完了 就全部到資料庫去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前面都有講到 所以我們剩下的時間不太多 我們也不要為了趕客 然後講太 所以我把重點提示一下 請各位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 一樣把那個 我們剛剛的那個工作表 我是把它放在桌面上這邊 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一到五 一到三月 要放到資料庫 所以接下來我需要一個資料庫 那一樣是放在它旁邊 所以我們練習檔都是放旁邊 那在哪邊呢 access這個 那一樣我建立一個問題 04好了的一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裡面 我需要一個第一季的資料表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也是一樣 我們用匯入的方法會比較快 當然你可以從頭建五個欄位 然後給它資料型態 也沒問題 不過我覺得好像沒有匯入 因為匯入 它全部幫你建好了 你只要把裡面的資料清空就好了 就變成一個空白的一個資料庫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第一個 先選擇 這個 ss 打開 裡面的話呢 先把它放桌面上 因為我剛剛的檔案也放桌面上 那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叫做問題一樣 問題04 OK 這個名稱 然後呢 直接放桌面上的 ss資料庫 好 這個時候再按個建立 他跟我建立在桌面上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 這個建立完之後的話 在桌面上 就會多一個什麼 在這邊把它啟用一下 這個是eSale 在旁邊 所以他們是聯體 當然以後你要放網方的話 請各位看上個禮拜那個網方那一段 OK 怎麼把資料庫放網方做分享 第二個的話呢 用外部資料 裡面的eSale 把eSale匯入進來 游覽一下桌面 問題0 因為我是放桌面 你們如果放別的地方 你再找一下 那匯入的話 他會讓你選 你要匯入哪一個工作表 那我又匯入第一季好了 用這一個 然後下一步 第一欄是不是 是 然後第一列是不是欄 下一步 然後這邊都不改好了 下一步 要不要主廚也不要 完成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幫我建一個 這個第一季的那個 資料表 那裡面的話 這些東西全部先刪掉 按Delete 全選 Delete 也就是我需要的是一個 空白的一個資料表 然後呢 我需要什麼 再把 第一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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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